一顆巨石從山坡滑落躺在馬路中間 後方一部小貨車被巨石砸到車頭幾乎全毀 擋風玻璃整片掉落前車凹陷 事發當時還有一名駕駛受困在車內 駕駛腿部夾住受困 消防人員趕到現場利用器材破壞將人拉出 駕駛的腿部撕裂傷 但意識清楚被緊急送往醫院治療 山坡兒颱風來勢洶洶 台東縣泰馬里台九縣三百九十二點五公里處 發生了落石砸車的意外 成了首起颱風災情的意外 人員受困在車上 經過破壞跟撐台之後 患者目前這邊正在用環境 警校還得出動怪手才能把巨石移開 幸好傷者送醫後並沒有大礙 不過山坡兒步步逼近 全台風勢跟雨勢明顯增加 三十號下午三點 台北市士林區的中正路上 有一棵六米高的路樹 疑似不敵強風倒塌 一名六十多歲的婦人 疑似遭波及送往醫院治療 颱風來臨全台做好防台準備 降低災損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